特朗普说过,汽车关税是他的杀手锏,也就是正常情况下不使用,无论是钢铝,还是汽车,无论是退出TPP,还是危险退出WTO。 特朗普想要的是,按照他的意愿重塑国际贸易规则,也就是在西方八大国家之间实现零关税,钢铝不过是前夕,汽车才是王道,汽车产业列条长,可谓千一败而动全身,尤其汽车还是德国的制住产业,因此,这副牌很关键,特朗普就是里根二世,里根当年用高达100%汽车关税打趴下日本。 特朗普也要估计重塞比欧盟就办,当然,贸易战事和武器,尤其是特朗普不想和东亚,欧盟双线作战,他当然希望回到谈判桌上,欧盟也清楚,无路可退,汽车是躲不掉的硬梗。 双方都以贸易战为筹码,相互威胁恫吓,都想赢了主动。 正当大家以为山羽欲来之际,德国已经投降。 美国驻德大使格雷内尔对德国车企高官表示,若欧盟完全取消对美汽车进口关税,特朗普也将对欧洲进口车实施零关税。 当天,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赞同,如果汽车零关税成型,美国从2.5%降至0,欧盟从10%降至0,美国又赢了,汽车是制造业的大头。 特朗普为美国汽车业争取到欧盟市场,极大增强了美国汽车在欧盟的竞争力,看来,重塞美国制造业不是空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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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